彭亨州黎明一排老店 昨天凌晨遭到火魔吞噬 至少有32个单位被大火烧毁 其中有一对70多岁的 华裔老夫妇更不幸葬身火海 离奇的是经过一天的搜寻后 消整单位只询获一具交尸 而另一名罹难者的遗体 至今依然找不到 消整局行动及拯救组副局长 Ismail指出 消整人员从昨天早上开始 已经在火灾现场 也就是豪华饭店展开超过 十次的搜寻工作 也寻找另一名罹难者的遗体 可是到最后还是一无所顾 他说消整局已经对此 向四名目击者录取口供 了解整个火灾的事发经过 以便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Ismail也说 这也是彭亨州消整局 在过去30年来 首次在事发现场 无法寻获罹难者的遗体 即便如此 他强调当局不会放弃 寻找罹难者遗体 但假设依然寻找不到的话 最后会选择交由警方 并以失踪人口案来处理 我会选择交由警方案来处理 明镜都无法官方案来事顾 过得念 彼接